中秋佳节即将到来 五峰乡公所跟慈善团体合作 21号进行全乡物资捐赠活动 准备了600份白米酱油等民生物资 提供境内500多位当地边缘户使用 除了低收入户或者是有一些申请障碍 是有证明的之外 所谓的边缘户或者是独居老人 我们也把这样子的一个名册 也一并并入在内 活动发起人指出 经过多次个案关怀 发现居民购买物资相当不便 于是在网路上号召善新人士 慷慨减囊凑齐物资善款 趁着中秋节之前 把外界温暖带到原乡 有到这边来关怀过许多个案 发现说这边采购不易 趁这次在中秋节之前 然后我们就做一个发放物资的活动 五峰江这边的家家户户 能够说减少一些民生物资的开销 因为其实山上在取得物资 其实是很不方便 不管是年纪大或是不方便的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主办单位强调 这一次物资捐赠有别以往 在领取资格审查标准上非常宽松 让更多部落居民能够一起免费享用 原始新闻 虎宋布朗利朗新竹五峰采访报导